男女比拉尼大概是怎樣 九女只一個男孩 哇 你很開心 你很開心 Hello 我們是Chill Up 我們又來做大學街訪 這次我們就來到樹印大學 就看看他們有什麼大學文化 以及讀什麼科學賺得最多錢 但我發現這裡真的很高 在寶曼山山頂果然是長廣最高大學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的街訪 Let's go 樹大有什麼專用名詞 大單 就是大件事 煙體 我想到煙體 很多吃煙的學生就會在那裡吃煙 LG1 類似普通的理貨 不如它是LG1來的 那邊就研究院 然後文康教大 文康研究宿舍 文康是有庫 但它也有課室之類的 教大呢 教大就是只課室 樹大有什麼都市傳說呢 寶馬山上司案 前陣子我聽過寶馬山藏司案 有對情侶那個人殺了 就是他們說要去溫書 誰知溫溫走不回家 然後第二天就死了 好像要找一個教授 殺了自己的子女和老婆 然後藏在那裡 這裡好像是LG5.5 因為地形是很複雜的 就是有人說晚上的時候 有見過一些恐怖的靈異事件 就是這裡 LG5 然後會常常閃閃下一盞燈 LG1的女士說不知什麼事 我聽人說的時候 LG1的廁所 會很安靜 沒什麼人 我覺得會很暗 不開燈 那個隔園室 不知道為什麼整個煙 但哪一方 最多帥仔或者帥女呢 生存 生存 我覺得生存很多 應該生存 生存不多帥仔帥女 男女比例大概是怎樣 九比一 九女隻一個男仔 哇 你很棒 你很開心 我平時坐那一頭 你坐那一頭也會說 好嗎 沒有 我想起都很幸福 是不是很容易出道夫 太多了 不行 今天選這個 以後我要選那個 一個才站一個 不是你好 BBA 當然是BBA 當然是我們雙科 我們裝就已經有很多帥仔帥女 我們已經千花板在這裡 說一個樹大最帥仔或者是最帥女的名字 志文 她叫Simon 哦 超可愛 超可愛 很可愛的美女 不夠笑 因為她的臉都肥 也挺可愛 她是Crystal的女生 會跳芭蕾舞 很優雅 這是我們公認的帥仔 她叫黃堅培 堅培 我的天花板 周圓都說她很漂亮 對 Ocamp的時候 你一眼看到就應該是帥仔 你現在讀什麼科 畢業之後打算繼續進修還是工作呢 兩個都可以寫公式 我們玩生存 MDIT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Marketing 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HRM 我讀HR 畢業之後我應該會出去讀多個Master 應該繼續升學 畢業之後應該都是入銀行 應該會繼續做事 想我做Production 可能在做事的途中讀一些課程 你有沒有想過移民 會想去哪個地方 有想過 UK那邊的 澳洲 或者加拿大這些地方 居留權是比較簡單的 第一就是加拿大 之後就是澳洲 美國 都是亞洲地區 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暫時都沒有 暫時面有想法 都記住香港 不捨得香港 家人在 香港都未至於現在差到要移民 以及都未有錢去移民 如果可以選擇 你會去哪個國家讀書或工作呢 讀書的可能就是 英國那些 英國 英國 英國或者澳洲 澳洲那些 澳洲 澳洲 聽說澳洲的心理學層面比較廣泛 所以我會選澳洲多些 我想去澳洲 我想養一下羊、牛 加拿大 加拿大那些 美國是很好的 台灣 台灣也有社工這個課 還有朋友在台灣正在讀 書大哪一科畢業人工最高呢 Business and Law 什麼Business Law 都三、四萬地潮 讀社工出來一定有販勞 社工也會比較高 應該是社工 大畢業有多少人工 如果好的話 可能三萬 鬆一點 應該是生存 或者生存 你的理想未來生活是怎樣呢 現在是空白的 會不會再是一個社蟲 香港你說理想居 沒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最基本是希望 不用為三餐去奔波 生存到 可以有空去旅行 不會有什麼負擔 用錢不會考慮很多東西 有車有樓 然後一定要有狗有貓 用海景 想和女朋友 簡單地過 夠洗又夠錢 還有另一半 或者期望 我自己當然不想用你一半做事 但是如果你問到的話 兩萬 二萬頭 怎麼也有兩萬五起跳 二十萬左右 二三次跳 二萬多三萬多都差不多 房間挺大 我想就應該不會在香港買樓 我不需要在香港買樓 在其他地方買都有想過 大概多久買樓 三十歲左右 可能三十歲 十十歲到三十五歲左右 三十五到四十 三十五?四十? 差不多 你有沒有開始為這個未來打算? 有啊 我們讀商科都會想想怎樣去賺錢 去投資 都有啊 這四年大學生 慢慢留下經驗 見到不同人 參加裝活動 也會更多人 你會不會去教育及職業博覽 看看怎樣做呢? 都會的 有啊 畢業的時候也有機會去看 那應該有 又經過見到 你覺得有沒有用? 可能我們平時了解的 不是那麼深入 然後就去那邊 他們說得更細節一點 知道更多 升學的情況 或者現在就職的情況 教育及職業博覽 再會在2月2日到2月5日 在灣仔會展舉行 書貸、恆大、VTC、機管局、匯豐銀行 就連消防署都有份參展 那就有消防員及機場工作的建功攻略 是啊 如果你想要繼續升學 或者想找一份好工 就記得進去看看 還要是免費入場的 還有很多國外升學的機構 有想過去外國讀書 甚至是讀書移民的 就更加一定要去 對呀 自己的未來是由自己掌握 問一些專業或相關人士的意見 怎樣都好過自己上網看人吹水 或者只是聽姨媽姑娘說 嗯 這次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